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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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这个礼拜二 永达的师生就在平东的校园里面 拉起了两个白布条 两两个布条 就是谈两个处权 第一个是教职员倩清 從今年2月開始就沒有發行錯誤 很多老師被逼退 第二個我們談的是很多學生現在下禮拜一就要開學了 選不到課 選不到課 學生受教學不曉得怎麼變狂張 這個禮拜二我們在永達校園有談這樣的議題 那今天我們是要來台北召開這個記者會的目的 是要針對教育部到底教育部的作為何在 星期六永達的這個新聞一曝光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說包括永達的校方以及教育部 都將永達目前面臨這樣招生的困境 推到說這是少子化的趨勢 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那我們要在這邊正宗的澄清說 事實上目前私校面臨到招生的危機 教育部其實是始作俑者 剛剛秘書長提到說教育部是幫求 我們甚至要認為說事實上現在的招生困境 教育部要負最大的責任 怎麼說大家可以看到說我們新聞稿第三頁 有一個這個深思比的圖表 在這20年間啊事實上教育部 是不斷的放任大學去超收學生 放任我們的深思比嚴重的惡化 惡化的情況多嚴重 這20年間從1991年 我們台灣大學的深思比 從過去的20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數字 到2011年我們的深思比已經惡化到30.9 30.9是多惡劣的情形啊 我舉說OECD國家目前平均的深思比是15.6 換句話說台灣現在深思比 更惡化到是OECD國家接近兩倍之多啊 那面對這種深思比惡化的情況呢 少子化的趨勢對於許多國家來講 它可能是一個轉機 我舉南韓我們的林靖國為LIA 南韓事實上也面臨到了這個少子化的衝擊 但他們的政府在面對這個少子化的衝擊啊 事實上是提出了一個政策目標 要求要將他們的深思比從33條降到17 然後同時他們也提出說 要在這幾年級不斷的要去擴大這個教育資源 將這個維基式為一個轉機來提升那個大學的教育品質 但我們的教育部卻不需求此道 反而是不斷的丟出說 因為少子化的衝擊 因為大學太多 所以我們透過自由市場競爭的這個機制啊 讓大學來倒一倒啊 就是我們現在的教育部市長陳董華 其實之前受訪的時候 他也說過說 欸這個學校讓他大學讓他自由的去倒地 這樣可以去無存心提升教育品質 那我們要講的是說 這種說法 事實上徹頭徹尾是個謊 教育部縱容大學 逼退老師之前 原來 在勞動條件惡化的狀況之下 勇德老師已經不斷的被學校逼退 從教師從兩百多人 到現在變成不到70個人 今年7月底又被逼退了二十幾個 又被逼退了二十幾個 他只是簡單的發了一個文 發了一個文 就說 依據某次校務分譯協議 台端被納入您精簡人員名單 請於一百零二年四月十日前 完成離職退休之前不續聘相關 如此而已 就是這樣做 把老師逼走 請問 根據教師法 根據大學法 是不是應該要經過校教兵會 應該要經過三級三級教兵會 是不是應該要經過這個教師法裡面的相關規定 如果他沒有違反任何法令 沒有違背私生倫理 不應該被解聘 這個簡單的發一個公文 就把老師逼走 在此 代表勇大全集的教肆 非常感謝各位 因為各位 在禮拜二的大力協助 讓我們 終於被施捨了 一個月的薪資 剩下的薪資 在開校務做談的時候 校方完全無法做任何肯定的情況 如果說 這樣子的結果 就是教育部介入指導後的成果 請教育部長 你好好想想看 教育部長跟司長 在這幾天的媒體 一直放話 永達辦學不憂 符合退場機制 但是 俗話說得好 你要刮別人的鬍子之前 麻煩你先刮一下自己的鬍子 為什麼 教育部賭職在先 放任董事會 教育部長自己落井下石 讓學校財務惡化 行政陷入空轉 導致學校無法招生 老師無法上課 難道是全體師生的責任嗎 教育部一點責任都沒有嗎 保障收下權 保障收下權 教育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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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公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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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之前說 永達的校長他自己宣佈 所以現在開始停招 他是欠欠什麼都沒有解決 他這樣宣佈停招 他說的算嗎 永達的校長宣佈停招嗎 嗯 這個是這樣 這個 學校要停招的話 學校也可以主動來停招 那停招的話 一定要經過一定的程序 比如說要經過他們的董事會 報道部裡面來 那教育部我們是要 我們是要注重他說 因為你停招的話 第一個 學生的受教權 第二個老師的工作權 這個相關的這些權益呢 師生的權益呢 我們都要顧到 而不是自己宣佈說 停招就停招 因為停招還有一些 這個相關的程序 跟必要的一些準備 跟必要的安置的措施 好 我們就注重這個 因為也很多大學 要強調他的自主性 所以呢 請問市議哪一條法令 現在市議學法令25條 自主性應該是國立大學吧 第25條是要接管 各位讓我講完好不好 市議學法第25條 現在的規定 各位如果有的話 就可以 因為我不能亂講 這法令的規定 所以如果說董事會 董事監察人等等 因為他比如說違反法令規定 或者是說違反這個 捐資章程 那麼我們是教育部呢 已經不能接管了 是要申請法院 申請法院來停止 這個部分或全部董事的職務 所以現在的法令就是說 已經因為回歸到民事 回歸到民法的這個精神了 所以是要申請法院 是由法院來判定 而不是以前早期的說 教育部來 來就是 那教育部為什麼不現在 就向法院申請呢 他是要這樣子 那個董事會要 要有違反法令 七個月沒法刑罪 你已經違法解雇了多少老師 違法解雇了多少老師 有一些違反捐助章程 那這些事實 都要他們 因為董事會還在運作 老師從兩百多人 被違法解雇到剩六十幾人 你還認為這個董事會沒有明確的違法 違法釋由嗎 我講出來 實際上的一些 一些習近法 我們會收集一些這個 因為 太大開眼了 教育部已經輔導了五六年 還不知道違法在哪裡 有輔導嗎 沒有 就是賭職 這個 教育部曾經到貴校 我想你們就知道了 只是到那邊聊聊天就回來了 教育部獨自 不長出來